我们这次选择了午餐太难吃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不想要再吃午餐时看到难过的脸 因此我们去访问了学校营养师 关于每周一到周五做午餐的知识 煮饭吗 我们有很长的前置作业 是直接煮就好了吗 他说费料 费料干嘛 早上大概六点左右 所有的食材都会知道出发 可是厨师就会先开始煮水 烫汤锅 然后开始洗米 先煮饭 后来我们决定举办校园午餐决 并且在操场野餐的方法 希望让大家可以度过一个开心的中午时间 我们讨论活动的流程和当天要带的东西 彩排活动当天 我们说明了这个活动的阻止 为了消化其实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心情 活动后面我们还玩了和食物跟未有关的游戏 有周回来版的消化中的野餐店等游戏 要办活动的方式 让另外一组的同学体验这个活动 活动后再请他们给予一些建议 我们的主持人在说关于胃的小知识 还有我们校园午餐节的理念 之后我们玩了一种游戏叫做做回来版的 它就是要大家寻找食材卡 然后完成一道美味的料理 之后我们玩的是消化中的野餐店 消化中的野餐店的意思就是把野餐店越说越想 最后留下来的人就是赢家 我们还有玩一个活动叫做活跃的分子球 这个呢就是要把球一直传来传去 直到音乐厅 谁手上拿的就要去被问问题 如果你答对的话 可以拿小礼物 做完第二次DFC挑战我学到了 让活动像这个实验一样有很多的电影 要做好万团的准备才能把活动办 我觉得校园午餐节这个DFC挑战 让我学到了厨房海宜 做饭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 但是他也投射到我学到了午餐 关于午餐的非常多情细 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准备 因此我们在实践的时候出了球 所以我觉得从这次活动我学习到我们应该要有充分的准备再去办活动 现在办活动并不简单 需要事先做好准备 考虑场地和器材的问题 因为我们需要吃东西 所以还要去考虑到食物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办活动需要大家一起同心协力 才能把活动做得更好 ESC挑战 你能够,我能够,耶 yaaaa yaaaa yaaa yaaaaa yaaaa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